经济部电价审议委员会27号拍板 用电大户7月起 电价最高调涨15% 让不少企业大喊吃不消 雅尼董事长徐旭东这么说 很多事情可能温柔一点 比较好一点吧 我们政府也放得很 很能干的 他开天会15%出来 虽然民生用电不到一千度 不在调涨范围内 但国民党立委批评 政府能源政策错误 蔡总统在2016年 说十年内电价不会大幅调涨 承诺跳票 涨电价将导致用电大户增加生产成本 恐怕带动物价上涨 蔡文总统 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为你没有做好事情来道歉 第二个 王美花部长必须下台 原料的大涨 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而且这样的涨幅 是过往的三四倍 那所以不管 在所有的国家里面 有没有用核能 他们的电价 涨得比台湾还要更多 有成本压力的还有韩国 七月每度电将调涨五韩元 如果以每户四人计算 平均每个月将多支出 一千七百韩元 大约新台币四十元 这也让韩国总统尹熙月批评 前总统文在寅的反核 是一项愚蠢的政策 未来打算废除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